跨年晚会结束后,新一轮的打假游开始了,很多人都在质疑,到底谁假唱了? 随后网上就流传出了一份假唱名单,女团出身的宋茜,男团出身的王一博,乐队出身的大张伟都赫然在列。 顿时网上就掀起了不小的争议,起初被骂的最多的就是白露,她的假唱非常明显,话筒还没就举起来,声音就掀出来了。 白露顿时就心虚了,连忙举起话筒,后来就是95花余淑欣,余淑欣跟白露一样,全程都在对口形,但这口形也愣是没对明白。 很长一段视频中,余淑欣的嘴跟歌词一点边都不沾,还有这舞蹈也是真的难看,另外就是同为95花的赵露丝。 跟白露的问题一样,声音已经出来了,赵露丝还没举起话筒,现场的人看得一清二楚,对比全开脉的居静衣, 她们假唱的痕迹就更严重了。女团出身的居静衣一顿唱跳下来,能听到明显的呼吸声,可这几位呢,吻得非常可怕,就算是跳得满头大汗,一开嗓还是CD质感。 假唱一世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,之前打假五月天的博主再次站出来了,经过此博主的鉴定,又列出了一份详细的假唱名单。 江苏卫视的艺人全部是真唱,湖南卫视真假混合。不过从名单来看,真唱的都是歌手,假唱的都是演员。 从真唱歌手演出的效果来看,晚会现场应该是开启了实时消音。 但此名单曝光后,很多粉丝觉得可信度不高。 因为此鉴定博主只是个普通的音乐博主,也缺乏必要的证据。 谭剑刺粉丝率先站出来,辟谭剑刺假唱一世。 粉丝还发出了现场视频,证明谭剑刺是真唱。 还有就是王一博的粉丝。 一段视频中,王一博不仅口型没对上,还努力在演。 这画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 但粉丝认为,唱得太好听,不是王一博的错。 不管怎么说,粉丝都是相信王一博的。 可看过舞台的观众都在质疑王一博真唱的真实性。 宋倩就更过分了,和王贺帝的一段热舞虽然拨来了不少热度, 但女团出身的她竟然也在假唱。 这样的态度怎么好一丝称自己是歌手呢? 不过在这一群中,还出现了一个很让人意外的名字。 这个人就是腾格尔。 从博主的鉴定来看,腾格尔也是假唱。 不同于年轻演员和歌手,腾格尔在歌坛也是很有地位的。 在腾格尔被曝假唱之后,也有网友站出来吐槽说, 她的嘴型就没跟上过。 记者联系到工作室询问此事,但工作人员直接挂断了电话。 此事被曝光后,腾格尔的滤镜碎了一地。 毕竟是老歌手,被曝出来假唱的确挺让人意外的。 真不知道腾格尔是不是年纪大了,在舞台上太过吃力, 所以才选择了假唱。 不过,此博主的爆料也不能完全信, 这些爆料也都只能做个参考。 但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,既然上了舞台, 就必须对观众负责。 全开麦是对观众的尊重。 就像苏醒曾说过的, 麦就是用来开的, 就算是半开麦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假唱。 不管网传名单是真是假, 但值得一说的是, 现在的歌手含金量越来越低了。 正在这个歌手含金量越来越多了。